今天给大家对比一下传统的硬质绿材 果冻绿材以及K1硫化床绿材 它们的培菌效果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这个鱼缸主舱用的是传统硬质绿材 中间三个辅舱用的是K1硫化床 水泵舱用的是果冻绿材 先来讲一讲传统的硬质绿材 硬质绿材一般的是高温烧制来程 孔吸率比较多,培菌效果最好 缺点是大部分硬质绿材都比较容易粉化掉渣 所以需要我们经常清洗维护 像细菌污,陶瓷环,食音球之类的 还需要定期更换 所以增加了我们的人工成本以及经济成本 果冻绿材,培菌效果也比较优秀 仅次于硬质绿材 它的材质特殊不会粉化掉渣 并且使用的周期非常久不用更换 问的最多的是这款彩色的硫化床K1绿材 在我使用这么多的绿材里面 这款绿材用的是最省心的 它不仅不粉化,不掉渣 在水里面循环转动能够做到自动脱模 挂模做到免维护免清洗的作用 我发现有很多商家一直在否定果冻绿材和K1绿材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评价这三款绿材 每一种绿材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只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择 就一定能养好鱼,养好水 这个鱼竿可以说全部用的都是果冻绿材和K1绿材 我们可以看到水处理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去选择一个产品之前 不要去听别人说好不好 自己用过好才是真的好